全世界正在经历的不是乌克兰危机 而是俄罗斯危机 欧洲炮声隆隆 亚洲剑拔弩张 全球密切聚焦中共动向 双方谈判 俄军基辅外围增兵 基辅市长说我们已经被包围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月27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Denfer 德国外交部长巴贝克 在最近讨论乌克兰局势的慕尼黑会议上说 全世界今天正在经历的不是乌克兰危机 而是俄罗斯危机 普京2008年在格鲁吉亚 现在是在乌克兰 以国家周围安全为借口制造冲突 俄罗斯在选择是要做一个正常国家 还是要做俄罗斯帝国 在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之前 乌克兰这样的冲突会不断出现 今天俄罗斯不断制造危机 普京一方面想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与经济 而另一方面怀念俄罗斯帝国昔日的辉煌 因此俄罗斯经济和政治现代化已经停滞 普京个人集权 民众生活在恐惧中 而俄罗斯邻居也没有安全感 俄罗斯保证自己安全最好的办法 就是与邻邦建立友好关系 而不是要邻邦听从俄国的指挥棒 但俄罗斯没这么做 反而使越来越多乌克兰人想要加入北约 乌克兰人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安全 面对比乌克兰强大的俄罗斯 要有盟国来帮忙保卫家园 普京有他的帝国梦想跟沙皇一样 他认为占的土地越多 俄国就越安全 吞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 顿巴斯地区就是这样的原因 至于邻居的安全 因为他们弱小 所以不在沙皇的考虑之中 但是这种想法在逻辑上显然是荒谬的 为了安全 邻国必须是俄国的附庸 那只有在俄国占领全世界之后 他才是安全的 普京在最近的演说中 把他的幻想推到新的高度 普京公开质疑乌克兰国家的存在 并坚持乌克兰是历史上俄罗斯的土地 普京把乌克兰建国归罪于列宁和苏联共产党 而实际上基辅罗斯比俄罗斯国家出现得更早 考察欧洲一千多年前的历史 那时候根本没有俄罗斯 我们今天所称呼的俄罗斯 要在几个世纪之后才会形成 并且这个帝国给人的印象就是 不停地向外进行军事扩张 为了享受和平 必须尊重历史上产生的边界 不管那是暴力形成的还是谈判达成的 俄罗斯应该学着跟邻居和谐相处 在可以自由往来的今天 国界对一般人来说已经不再重要 而对于要统治一片土地的皇帝来说 还是很重要 甚至可以为了土地打一场战争 但最终受害的是俄罗斯人民 记得数十年前 德国总理科尔有段话 他指出 德国感到安全是因为即便最小的邻邦 都把德国当作紧密的朋友 没有敌人就是安全 德国已经跟历史和解 而俄罗斯还没有 直到普京放下他的帝国梦 欧洲 特别是俄罗斯 会一直处在不安定之中 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背后支持俄罗斯 并且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的中共 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资深外交政策专家分析 中共正在观察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弱点 权衡武力翻台的时机和代价 2月24日 即俄罗斯进入乌克兰第一天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回答记者提问时 已再回避俄罗斯行动是否为入侵 中共驻联合国大使张军 也拒绝在联合国安理会 紧急会议上谴责俄罗斯 但是到了25日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敦促普京与乌克兰进行谈判 且中共外长王毅声明表示 乌克兰局势是中国不愿看到的 各方保持克制绝对必要 与此同时 中共至少由两家国有银行 开始限制融资购买俄罗斯商品 包括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 这一系列举动被视为北京调整对俄态度的重要转折 中共开始摆出要与俄罗斯脱关系的姿态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中共陷入两难 一方面 中共需要尊重和保持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 另一方面 中共需要与美国和欧洲维持正常经济关系 避免完全脱钩 作为重要能源供应国 俄罗斯过去十年加强了与北京的贸易联系 并且在西方国家抵制北京冬奥会的背景下 普京参加冬奥会开幕式为北京挽回了面子 但西方国家是中国更大出口市场以及技术和投资的主要来源 并控制着中国进入国际美元体系的渠道 对中共来说 与欧盟的经济关系要比俄罗斯重要得多 中共处于一个困难的境地 因为他们试图在言辞上和行动上 平衡这些根本无法调和的目标 一位接近中共外交政策之前的人士说 现阶段北京不希望外界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 尤其担心西方专家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视为中共武力犯台的一个范例 中共目前的策略是只说不做 目前中共正在采取一些经济措施来帮助俄罗斯 扩大石油天然气进口 24日取消了数十年来对进口俄罗斯小麦的限制 美国需要做好同时应对俄罗斯和中共的准备 否则如果北京察觉到美国对入侵乌克兰的反应很弱 那么他们可能会认为有机可乘 美国前总统川普同样认为 如果美国不能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将鼓励中共对台湾采取更激进的行动 台湾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日前表示 国防部已针对俄乌局势成立专案小组 国军正在密切观察 中共是否会因为俄乌冲突而产生联动 并严加防范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谢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 去年中共对台湾进行一千多次军机扰台行动 并且通过虚假宣传和政治渗透等手段 向台湾民众兜售民主注定失败 首战及中战 美军不能来等言论 以摧毁台湾内部士气 除乌克兰战争外 吴钊谢表示 中共也可能为了缓解中国内部危机 比如出现严重失业 或重大灾难等问题 挑起外部冲突 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 所以台湾要格外留意 吴钊谢说 台湾目前的战略是确保中共明白 如果它挑起与台湾的冲突 将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 面对中共日益嚣张的挑战 美国 法国 日本 澳洲 印度 韩国 菲律宾和欧盟等 纷纷开始更加直言不讳地表达对印太安全的担忧 俄乌交战之际 美国也在加强台海地区巡逻 2月26日 即俄罗斯入侵第三天 美国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拉尔夫·约翰逊号驶过台湾海峡 中共也表示要在27日开始在南海举行演习 同一天 北朝鲜也再次发射弹道导弹 在乌克兰紧张局势之下 东边亚洲两大阵营 双方剑拔弩张 也在孕育着一场更大的危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遭遇激烈抵抗 但俄军部队仍持续向乌克兰首都基辅推进 基辅市长克里契科27日接受美联社专访事业谈言 现在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克里契科说 俄军已经越来越靠近基辅 克里契科被问到 当俄军占领基辅后 是否有撤离平民的计划时 克里契科陷入一阵沉默 随后谈言 我们无法这么做 因为所有对外道路都被封锁了 我们被包围了 克里契科表示 从俄罗斯入侵到现在为止 基辅有9名平民被杀 其中有一人是儿童 从26日晚间开始的宵禁 将至少持续到28日上午8点 基辅宵禁令明确指出 任何在此期间 未经授权的在外的人 都会被视为俄军特工 克里契科提到 26日晚间就击毙6名俄军特工 欧盟危机管理执行委员雷纳希科 27日引用统计数据指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预估目前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 已超过700万人 乌克兰卫生部于当地时间27日表示 自俄罗斯24日入侵以来 已有352名平民丧生 其中包括14名儿童 另外有1684人受伤 其中有116名儿童 外媒报道 罗军地面部队正在基辅东北方的 一万基辅大量集结 有超过数百辆军用车辆 沿着道路缓缓朝基辅前进 车队长度超过5公里 车队包括载有燃料 补给的卡车 战车 装部战车 及自行火炮 俄罗斯27日宣称 乌克兰同意赴白俄罗斯谈判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证实 乌方怨赴白俄罗斯边境与俄罗斯谈判 不过在双方针对谈判进行协调时 俄罗斯仍持续调动军队 向基辅外围赠病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 观看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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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